不善言辞的王一博其实是一个隐藏的冷笑话手 而且他也是在用实力证明比笑话更好笑的 听他讲笑话 王一博很认真的在讲笑话 而且环有互动性的问了一下 你知道皇上身上就是一上师了 为什么不需要别人擦吗 然后自己还回了这个问题 因为皇上有指指 讲笑话王一博是真的 接着王一博继续讲另一个笑话 脸上毫无蓝 就有一个蚊子飞到我手里了 我准备拍死他 说你先别拍我 今天是我生日 能不能给我唱一生日快乐歌 然后就一边拍手掌一边唱起了声歌 还不好意思的笑了 这是讲笑话把自己逗笑 骂王一博讲笑话的技能是不断的提升呀 之前是一本正经的讲 后来慢慢的会生情并茂的讲了 还有语气词 是之前有一个朋友跟我说 哎 我 段时间看来一个电影特别好看 叫什么山来着 后 我就问段碑山 哎 不是段碑山 啊 那是龙虎山 不是龙虎山 是啥山来着 哦 对 是叠中叠山3 在出活动的时候 环化身提问者 现场提问冷笑话 女 为什么一边捏人一边笑 还要自己回答 因为做 那 最重要的就是开心 小王剪了一个中分发型 成了什么 然后主持人想了一会儿 说答案是小泉 很激动 终于答对了王一博的提问 武行中 金木 活徒 谁的腿最长 主持人没答出来 后来王一博 开谜底 是火 因为活腿长 结果还不忘吐槽一下 各笑话真的很冷 不愧是王一博 狠起来连自己的笑话都吐槽 接着 王一博继续提问道 超人维 没要穿紧身衣 主持人猜不出来 果然王一博的回路不好猜呀 王一博只能开启自问自答模式 为救人要紧 王一博问 为什么一朵花好笑 主持激动地表示一朵花 为什么好笑 这个他知道 因花有梗 终于跟上王一博的思路了 王一博讲笑 技能是在进阶式发展 从一开始的面无表情 一正经地讲冷笑话 到生情并茂的讲述 慢慢地已进化到了 相省式冷笑话了 王一博问中国城市 哪个地方信号最不好 搭档猜不出来 王一博回 说是宁波 并解释宁波 为什么信号最不好 因为宁波波的电话不在服务区 最后还强调说别拐 他说话 他有他的节奏 对用相省讲好笑话也是用心了 接着 王一博继续提问 丹鼎鹤平时为时 喜欢攒着一只脚站着 还用手来模仿 答案是攒 两只脚的时候就倒了 王一博说答案的时候 不 用手部动作以及姿势来表示 太生动形象了 无 是一本正经的讲笑话 带来的反差萌效果 还是情并貌并调动各种姿势来表述 都能看出王一 真的很认真的在讲好笑话 不过 比笑话更有趣 还是听王一博讲笑话 王一博即使不说话 或者认真的在讲 从他的动作或表情 或者那种冷冷 语言中 都会让人觉得很搞笑 都能感受那种忧 氛围 或许这就是王一博 虽然不善言辞 却能够 为天天向上主持人的原因吧 王一博开始在天 向上主持的时候 因为不善言辞被网友调侃到 一博是上台去看天天向上的吗 还有公子领 王 博幽默的回应 我也跳跳舞 伴舞的钱我也拿了 样的回应 谁还会觉得王一博没有幽默感呢 这正是天天向上主持人应该有的特质吗 天天向和快乐大本营 作为湖南台的两大综艺节目 各有不同的定位 快乐大本营更倾向于娱乐方向 请的都是当红明星 天天向上更多的是介绍各的特色文化 也会邀请明星 但是比较少 观众的看兴趣会低一点 但还是有不少观众喜欢的 王 博主演陈情令走红后 热度大大提升 许多粉丝 为王一博是天天向上的主持人而去观看这档幕 提升了天天向上的热度 也为各地特色文化推广提高了传播力度 王一博的主持能力也是不断的提升 从一开始的没什么参与感 到后来逐渐融入参与到节目中 从他讲冷笑话的方式 也可以看出 他的幽默感也慢慢地通过语言 神 姿势动作来传达 可以看出王一博做了不少的 力 比笑话更好笑的是王一博讲笑话 你们觉得 对王一博讲相同的 明天下来就会看出王一博的